路加福音第六章 有一个安息日 耶稣从麦蒂经过 他的门徒掐了麦碎 用手搓着吃 有几个法利塞人说 你们为什么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呢 耶稣对他们说 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 连这个你们也没有念过吗 他怎么进了神的殿 拿陈设饼吃 又给跟从的人吃 这饼除了祭司以外 别人都不可吃 又对他们说 人子是安息日的主 又有一个安息日 耶稣进了会堂教训人 在那里 有一个人右手枯干了 文士和法利塞人窥探耶稣 在安息日治病不治病 要得把柄去告他 耶稣却知道他们的意念 就对那枯干一直少的人说 起来 站在当中 那人就起来站着 耶稣对他们说 我问你们 在安息日行善行恶 救命害命 哪样是可以的呢 他就周围看着他们众人 对那人说 伸出手来 他把手一伸 手就负了圆 他们就满心大怒 彼此商议 怎样处置耶稣 那时 耶稣出去上山祷告 整夜祷告神 到了天亮 叫他的门徒来 就从他们中间挑选十二个人 称他们为使徒 这十二个人有西门 耶稣又给他起名叫彼得 还有他兄弟安德烈 又有雅各和约翰 肥利和巴多罗马 马太和多玛 亚勒肥的儿子雅各 和分位党的西门 雅各的儿子犹大 和卖主的加略人犹大 耶稣和他们下了山 站在一块平地上 同站的有许多门徒 又有许多百姓 从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 并推罗西顿的海边来 都要听他讲道 又指望医治他们的病 还有被乌鬼缠磨的 也得了医治 众人都想要摸他 因为有能力 从他身上发出来 医好了他们 耶稣举目看着门徒 说 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 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 你们饥饿的人有福了 因为你们将要饱足 你们哀哭的人有福了 因为你们将要喜笑 人为人子恨恶你们 拒绝你们 辱骂你们 弃掉你们的名 以为是恶 你们就有福了 当那日 你们要欢喜跳跃 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 是大的 他们的祖宗带先知也是这样 但你们富足的人有祸了 因为你们受过你们的安慰 你们饱足的人有祸了 因为你们将要饥饿 你们喜笑的人有祸了 因为你们将要哀痛哭泣 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 你们就有祸了 因为他们的祖宗带假先知也是这样 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到的人 你们的仇敌要爱他 恨你们的要带他好 咒读你们的 咒读你们的要为他祝福 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 有人打你这边的脸 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 有人夺你的外衣 连礼仪也由他拿去 凡求你的就给他 有人夺你的东西去 不用再要回来 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 有什么可酬谢的呢 就是罪人也爱那爱他们的人 你们若善待那善待你们的人 有什么可酬谢的呢 就是罪人也是这样行 你们若借给人 指望从他收回 有什么可酬谢的呢 就是罪人也借给罪人 要如数收回 你们倒要爱仇敌 也要善待他们 并要借给人 不指望偿还 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 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子 因为他恩在那 忘恩的和作恶的 你们要慈悲 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 你们不要论断人 就不被论断 你们不要定人的罪 就不被定罪 你们要饶恕人 就必蒙饶恕 你们要给人 就必有给你们的 并且用十足的声斗 连摇带岸 上尖下流的 倒在你们怀里 因为你们用什么 量器量给人 也必用什么量器 量给你们 耶稣又用比喻 对他们说 瞎子岂能领瞎子 两个人不是都要 掉在坑里吗 学生不能高过先生 凡学成了的 不过和先生一样 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 却不想自己眼中有凉目呢 你不见自己眼中有凉目 怎能对你弟兄说 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 你这假冒为善的人 先去掉自己眼中的凉目 然后才能看得清楚 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 因为没有好树结坏果子 也没有坏树结好果子 凡树目看果子 就可以认出它来 人不是从荆棘上摘无花果 也不是从吉里里摘葡萄 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 就发出善来 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 就发出恶来 因为心里所充满的 口里就说出来 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 却不遵我的话行呢 凡到我这里来 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 我要告诉你们他像什么人 他像一个人盖房子 深深地挖地 把根基安在磐石上 到发大水的时候 水冲那房子 房子总不能摇动 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 唯有听见不去行的 就像一个人在土地上盖房子 没有根基 水一冲 随即倒塌了 并且那房子坏得很大 没关系 一唱opy 我先看有什么人在 你懂你 还带我的天